主發代表呂慶隆結束八年任期 將卸任返台 他從1980年開始三度駐法 一共長達14年 是少數熟悉法國的台灣外交官 曾經貨搬法國兩個城市的榮譽公民 巴黎東交更有以他名字命名的項道 在推動台法關係上備受肯定 在一個國家待了八年 而且林林總總 我們見證了台灣跟法國之間 這個關係 私自關係的改善 因為兩國沒有邦交 那因為很難做 我們能夠做出一件東西 那絕對是非常專業的交 呂慶隆以親民務實的作風 推動台灣外交 出席各大場合 不忘帶著布袋戲表演 成為個人特色 和他認識八年的 法國國民議會友台小組主席 對呂慶隆的外交表現讚譽有加 很驚訝 因為他能夠吸引人的視頻 呂慶隆駐發期間形成滿檔 平均每兩天就受邀出席活動或發表演說 並勤跑外省建立人脈 你只要邀請他 他都不會拒絕的 他只要有時間都是會來參加 而且是全心全力的一個投入 他就是把喬社弄得非常的和諧 而且大家都非常的團結 今年68歲的呂慶隆 大半生貢獻外交工作 談到台發雙邊進展 他謙虛表示不是個人功勞 而要感謝外交團隊和台灣人的努力 開啟發雙邊進展